哎 这是浇上 哎呀 真白呀 小姐呢 你尝尝咱今天做的白鱼怎么样 嫩不嫩 很鲜 很嫩嘛 你再说这老醋是不是有点像吃蟹肉的感觉 真是 真是 你尝尝 尝尝师爷做这个烧头尾 头尾 嫩不嫩 非常嫩啊 我在上海啊 西郊宾馆出任务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烧滑水 啊 烧滑水 就是广市这个白鱼椅子做的 鱼尾 当时得到了上海啊 最高领导人的夸奖 今天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大白鱼 这是国宴必上的菜 是四大名鱼之一 对对对 这是国宴菜单啊 清蒸白鱼 白鱼 这个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什么呀 这个糖内啊 一定要把这个黑膜啊都去掉 这是特别腥的东西 给去掉 塞呢 也是 既然是烧头尾呢 我的尾巴呢 要给它美容一下 不让它都去掉 这个顶齐不要啊 齐收拾完了 我们现在给它盖个刀啊 这个头呢 在这个位置上 大约在这儿 这个呢 需要给它烫一下 刮刮皮啊 这个水温一定要掌握住啊 80度的水温 汤汁也蛮臭皮了 蛤皮了 好 我们把黑皮给它刮下来 这黑皮啊 一定 一定要刮干净啊 这是主要吸引的来源啊 给它盖点刀啊 我这个刀呢 你一看 一直宽 但是呢 很浅 为什么不深点呢 就不要把这个鱼的大刺给它刮断 冬孙 我给它片一下花刀 都切成这个锯齿 看这边啊 过去的国宴呢 要得行好看 对啊 国宴有皮质啊 切成这样的 锯齿这样 好 这个猪耗的香菇 我们眼神一样 也给它 锯齿 锯齿 这个鸡花不停 你又是又泡又蒸 那是很费事的了 对 这个也行吗 对 咱肉也中 这也香啊 眼睛片 这片也不能太薄啊 太薄了也不行 都是锯齿做 是的 非油标 也是锯齿吧 也是锯齿 这就是咱之前烫好了 对 这个形状可以啊 小眼睛啊 你看 都切成 四种东西 都是一个斗 开始 腌腌鱼 给撒点盐 这个盐呢 记住撒 这个里头也得放一点 不入味 对啊 里头也得撒点盐 花雕酒 花雕酒啊 这个曲型效果非常好 好 现在呢 给它造成形啊 把这个葱姜啊 放到里头 一片一片 小眼水开了没有 开了 开了 咱哥里头 蒸 开锅之后 再放里 开锅 一定开锅 再放里 OK 蒸了15分钟 我们现在开盖 哎呀 真白啊 哎 小眼睛 一碗它拿出来吧 哎呀 装碗 哎呀 再加漂亮 慢慢的啊 这就是蒸鱼那个汤啊 剩下这个汤 这是蒸鱼的原汤啊 好 加一部分汤 再加呢 你没有汤 你就加水啊 好 完全可以 对上咱这些 我们加花雕 再加点盐 啊 这汤很鲜 太鲜了 看白鱼的汤啊 少加点胡椒粉 这胡椒粉啊 在这里可以 不吃辣 就提鲜啊 OK 这个汤呢 我们就是 浇到鱼身上 淋到上面啊 对 哎 就是浇上 红烧的头尾 改改刀啊 这些鞋刀就行了啊 来 稍稍皮的深一点 对 这些呢 衡上来一点 再来一点火事 热锅凉油 这油温呢 就是油温 这锅要热 好 你用大火煎呢 大火 清蒸白鱼 我切的这个肥油标 还剩点 煎炒一下 随便喝啥的 葱姜蒜 就是给它煎炒了 冬笋 冬笋香菇 鱼道里 大火啊 首先烹啥 烹点酒 锅饼啊 锅饼 加入酱油 好 加入清水 开锅了 我们加点盐 这里头得加点盐 红烧啊 这个糖呢 就要比正常的烧 正常一勺啊 我这搁四勺 四勺都不一定做 有没有 这儿啊 小心啊 就烧到这个程度 这就出锅了 看见没有 哎呦 这儿家伙 这个大烹熟的感觉啊 老眼睛 教你做年味大菜